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许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Luby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叫做引号的区别 或者说叫做引号的使用 什么意思 引号咱们大家都知道 分两种 一个是单引号 一个是双引号 那么他们在Luby中该怎么使 有什么注意事项 这是今天咱们的课题 好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首先说 字符串中引号的使用 我这给你写上了 单引号双引号 同时第三项 大家请看 引号中大括号的使用 在Luby中大括号代表运算式 它怎么使呢 今天咱们也会看一下 好 咱们马上开下今天的实战演习 今天咱们实战演习 还是以NBA为题 咱们看看 因为我比较喜欢看NBA 首先说 咱们定义两个字符串变量 P1 P2 P大家请看 叫做我是哈登 中间大家注意 我加了一个反斜杠N 什么意思 用过C言 C++ C啥朋友都知道 杠N代表着回车 回航 对不对 好 然后我两边加上的是双引号 接着 第二行 P2 是我是卡代山 两口子 对吧 以前是两口子 但注意 我两边加的是单引号 它们有什么区别 这回航 在什么时候会真的回航 什么时候就杠N 一会儿我给您试一下 我这下面打印出P1 P2两个变量内容 一会儿咱们看一下 接下来 接下来这是一个NBA的小知识 叫做180俱乐部 什么意思 我给您简单说一下 如果说这一个球员 这一个赛季 投篮命中率 大于50% 这就两分 然后三分 大于40% 罚球命中率 大于90% 这三个数一加 就180 说明你就具备 180俱乐部的资格 进这个俱乐部资格的人 才有可能评为 这个MVP 对不对 但这是NBA的话题了 咱不说了 咱们要说什么 请看 我这定一个MVP的变量 让它等于什么 大家注意看 我这是个双引号 里面是一个星号 再加大括号 代表这Ruby的运算式 我这里面写上 50加40加90 180嘛 看它能不能 给咱们运算出来 我下面呢 会输出MVP这个变量 同时 相同的内容 我两边再用一个单引号 看它输出什么结果 通过咱们今天这个例子 您就能明白 Ruby中单引号双引号的区别 同时还能知道 这个运算式 具体的内容和写法 好 那咱们马上试一下 好 咱们继续用IRB 这是Ruby的交互台模式 然后呢 我敲上P1 等于 因为我是虚拟机 不能敲中文 所以我需要拷贝 试一下 够 对 我跟您说一下 我这个虚拟机 不但没中文 我的 这个控制台也不至中文 所以我这就不能给您 敲果尔哈当了 我只能给您敲 ABB 这个没问题吧 好 咱们试一下 P1 没问题 然后咱们再来个P2 这个地儿 我还是只能也给您敲 ABB 实在是抱歉 我的虚拟机不支持 不支持中文 或者说不支持这个UTF8 就是UTF8 你大家请看 其实不支持吧 我重敲 这也敲 A 这敲吧 XX吧 稍等 XX 后面这三个 我敲 YY 好 回车 大家请看 好像有点区别 是吧 那咱们boost 咱们输出 看看出什么结果 boost P1 大家注意看 ABB中间 回车了吗 对不对 注意 我是双引号这个时候 他回车 再试单引号这个 put P2 怎么样 我当时这是什么情况 这输出就是什么情况 其实我刚才在复制的时候 这已经看得很明白了 他把我这一个双斜杠 变成两个 把我这一个斜杠 变成两个双斜杠 换句话说 他把它转移了 那么他就是直接输出 并不给我做转移服 输出回车 注意 这就是单引号和双引号的区别 好 接下来咱们再试一下 180俱乐部 MVP 这个变量让他 等于双引号 星号 大扩号 我敲了 50加40加90 怎么样 回车试试 大家请看 180出来了吧 咱们再puts一下 MVP 180没问题吧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咱们再试下单引号 我想您应该能够想明白我现在应该出什么结果 试一下 单引号 然后 星号 大扩号 接着敲 50加40加90 注意最后 回车 大家请看 他就是这么给我输出 没有任何的运算 对不对 然后呢 我puts一下 MVP 回车 你看 也没有够出80 他就认为这是一个字符串 他也不够做运算 这就是单引号和双引号的区别 单引号呢 是不管什么内容 就直接给它输出 双引号呢 会对里面的内容呢 进行计算 这是他们的区别 好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介绍的 关于引号使用的内容 不知道您听见没有啊 然后今天我的代码呢 会放到开源中共的服务器 然后今天视频呢 会放到YouTube YouTube供您观看下载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